大晴天没下雨却淹水 在台中北屯沈阳路还有辽阳四街口 发生了自来水管线破裂 涌出大量的黄泥水 一度还淹到了半个轮胎这么高 台水出乎不严判 可能是因为管线老旧 再加上过年将至 民众大扫除用水量大 导致水压不稳造成爆管 黄色泥水不但从排水沟涌出来 还蔓延到整个路面 明明是晴天没有下雨 台中北屯却淹水了 一度淹到半个轮胎高 这个地方已经淹很多次了 今天从11点多 漏到现在也2点了 旁边那边就突然开始爆水出来 然后就开始流 流了两个小时左右 甚至连路边细缝 马路中间都有小泳泉 2号中午辽阳四街跟沈阳路口 自来水管线破掉 竟然跟过年有关 春节用水期间 有一些做水量的调控 北屯未在台中第二拱水区范围 2号用水量达到25万吨 比起平常爆增了2万吨的水 导致水压不稳 再加上管线是在民国70年代 埋设的塑胶水管 管线老旧导致爆管 把地下泥沙也给冲出来 马上进行现场的水量的控制 让它的水量不至于 持续一直在流失 目前台水调派公班进行开挖 要找出管线漏水点才能进行抢修 预计停水受影响约有100户 记者潘信吴翔3台中报导 停水平常